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山 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 看大侠 这里的人用动感 无数物化的绝美风景互动 跟着当地人的欢呼 领域这里的足球精神 来 走 这里是沙仁湖 也是捕鱼的好去处 跟着我们的步伐 一起走一趟 《极尽之旅》 离开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丽丝 《极尽之旅》的主持人葛凡 来到高海拔的西北高原 西北高原主要隶属萨尔塔省和最北边跟玻利维亚为林的湖湖一省 有人说这里是一处备受钟爱的土地 它是古印加文化延伸的一部分 加上特殊地形及气候所形成的自然景观 让这里别具特色 西北高原拥有西班牙语拉琳达的美誉 是优美之地的意思 足以说明它壮丽的风光 多元的原住民文化有多迷人 位于湖湖一省的普尔玛马马尔卡小镇 是一座传统的安地斯原住民村庄 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在地的导游 他要带着我们一起走一走逛逛 我们开始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普尔玛马马尔卡小镇 在1534年建成 镇上最古老的圣罗沙德利马教堂 建于1648年 导游说这座小镇 在湖湖一省的历史上举足轻重 他刚刚也跟我讲了一下历史 说这边有一棵树 是代表这里的历史 因为这个省份是跟这个树有关 我们去看一下这棵树吧 这棵树是有历史纪念性的 因为当初就是在这里 阿根廷人跟原住民 他们一起商讨如何抵挡西班牙人的入侵 但是它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多了 这棵树是维持续 因为那棵树也不太低了 所以这棵树也不太低了 所以这棵树是一个历史的棵树 现在是一个历史的棵树 但是它继续育吗 是 很特别 它是很强的 它还在长得很强 它还在长得 这棵树 这棵树 这里我们在棵树 这些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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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很多小纪念品 这是圣木 有七彩的仙人掌 很代表这个地区的大洋驼 好漂亮喔 托马马尔卡小镇 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镇 人口有两千六百多个人 这边都是靠卖手工艺品 还有接待观光客为生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镇 是类似斗篷 这些棵树 好像要买一个 这边这个 因为这边的天气 温差很大 所以晚上会特别地冷 来到西北高原 一定要品尝这里的特色小吃 来到西北高原 这个烤饼也太大了吧 我们在阿根廷 所以一定要做什么 分享 一起分享食物 非常美味 非常美味 这么大的馅饼 大概只要两块钱美金 就可以买到了 表示热腾腾的起司 吃饱逛足 格凡在导游的带领下 展开在普尔玛马马尔卡 绝对不能错过的精彩行程 七色山是阿根廷的山峰 属于安地斯山脉的一部分 海拔高度2460公尺 普尔玛马马尔卡小镇 就坐落在它的山脚下 普尔玛马马尔卡小镇 这里最出名的是 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七色山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条可以前往七色山的步道 究竟步道上的风景有多厉害呢 让我们一起去瞧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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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桌围的山景都很美 每一座山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都是大自然一刀一刀 刻画出来的雕刻艺术品 非常的美丽 这个是黄色 你看 那里面有七色色 但是从那里面 你会比较好 好 继续 我现在走一段路 好 好 谢谢 来吧 来吧 哇 好漂亮 好壮观 右边就是我们顶顶大名的七色山 左边是我们的普尔玛马尔卡小镇 好漂亮 走了这么一段路 是非常值得的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走了这么一段路 是非常值得的 哇 好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这边空气好新鲜 让我多深吸一下 然后有太阳晒着 太舒服了 好想住在这里 ¿Y si? ¿Y que le da estos colores? ¿Por qué esta montaña tiene tantos colores? por los minerales es una tierra muy rica en minerales tiene mucho hierro, zinc, plomo distintos minerales que le va dando los colores 七色山 在七千五百万年前形成 并且因为不同矿物堆积 形成色彩丰富的表层 而得名七色山 不只是七色山 这边所有的山 都好多颜色 都很壮观 所以每一座山的颜色不同 形状不同 它的纹路也不同 非常有层次 很多人相信 因为一人住在这里 都很 acostumbre 这种美丽 不,不是这样 每天都很浮沉 每天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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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丰富 在一年不同季节 或一天的不同时间 看上去变幻莫测 充满了无限的神秘 会感觉到 人很渺小 站在这么巨大的山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就会觉得 好像会暂时 把烦恼都抛开了 单纯看着它 就好像会觉得 时间冻结一样 时间停止了 很神奇的一个感受 能亲自来到这里 实在是太幸福了 很神奇 我现在正走在印加古道上 我现在正走在印加古道上 他们是长得可爱又淘喜的大羊駝 他们是西北高原这里的吉祥物 他们在古印加文明之前呢 都一直被当成是运输工具 印加人曾经住在这里 我们今天就要回到过去 走一趟印加文明之前呢 新加古道 我们开始了旅游 大洋驼是南美洲最早的养殖动物 自古以来居住在安提斯山脉的原住民 就一直使用大洋驼作为运输工具 穿越崎岖的山区和高原 他们很温寻 只是坐在这边高山上 真的很累 西北高原曾经是印加帝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 可以用传统的方式 走一趟印加古道 一路上的风景真的是很美 我可以看到360度的山景 真是美到令人屏息 他将带我去看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边已经够特别了 还有怎么比这里更特别啊 导游戴葛凡站在崖边 眺望远方一处废墟 哇 这里好美哦 那边有一大片仙人掌区 圆佬海公寨 这地方好的地方 刘嘉 Baai 悲喜 廿佛帝国的统治虽然结束了 可是曾经的印加古道还在 印加古道从厄瓜多尔到阿根廷 途经南美六国 印加人开辟了全长 约三万公里的印加古道 这条古道于2014年 被列入世界遗产 整个湖湖一省 有将近三百公里的古道 还可以找得到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还没有发现 今天我们继续走 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道路 大洋驼曾经一度濒临绝种 随着南美洲旅游观光业的兴起 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大洋驼 才再次得到全球的注目 大部分的时间当然是在欣赏风景 但其他的时间 我其实都是在跟大洋驼玩 有没有看到的好可爱 大洋驼是一个非常温寻 很可爱的一种动物 我们大洋驼不喜欢被人家摸头 但它们喜欢轻轻 好温暖 在这边 可爱 好舒服 牵着大洋驼 体验古时候的商旅在高海拔的印加古道上行进 经过几小时的徒步 终于来到休息站 现在到了我们的休息时间 这是我们的停车场 好 我们现在要器材都搬下来 根据大洋驼的体型 它们的承载量介于25至30公斤 这也是为什么导游一再强调 大洋驼只能搬运货物 绝对不能让人骑行 用餐之前我们要先举行一个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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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海拔旅行 要谢谢 谢谢老婆 谢谢 好 这里 这里 我们在扶车场 对 我们要跪在向着太阳 跪在这边 我们用骨科叶来感谢大地之母 所以我们在撒叶之前呢 我们要先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 他说山是代表幸运的数字 三个叶子是潮上的代表好运 我们今天是非常好运的一天 好美味的食物 等不及要吃了 原来刚才从大洋驼身上卸下来的行囊 装的都是导游精心准备的午餐惊喜 所以他现在在介绍如何吃他们这边的点心 可能配上羊奶起司 再搭上番茄 再一个一片火腿 上面再附上一片薯片 这样就是他们当地的三明治 这次的羊奶味非常重 在三百六十度临遮挡的无敌美景里 享受西北高原的道地美食 无疑是一场味觉和视觉的饗宴 他们安排这种行程已经做了二十年了 每一年大概会接待一千个游客 所以他们已经认识了两万多个人了 我无法想象 一个工作要做二十年 每一天他们都带着感恩的心 来走这一趟大洋驼之旅 这是践行的行程 可以跟着Santos一起认识这个地方 让我对当地的文化还有信仰 有更加的了解 也提醒了我要实时保持感恩的心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非常值得的一趟旅程 敬我们的工作 大洋驼徒步行程结束前 导游和葛凡特别为大洋驼们送上谢礼 感谢他们今天的陪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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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如果来到西北高原 不要忘了来跟大洋驼做朋友 你会喜欢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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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第二卡拉 葛凡驼车一路走在山里的柏游路上 往92公里外的另一处神秘之地前进 途中车子还经过位于海拔4170公尺 918弯的立邦坡 究竟葛凡的下一站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他 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绕了很多的山路 我终于到了阿根廷的大盐湖 你们看 放眼望去 一望无际的白汉蓝相互婚姻着 实在太美了 历经千万年沧桑形成的大盐湖 是阿根廷40号公路上 十大最佳景观之一 位于海拔3400公尺的大盐湖 占地212平方公里 是世界第三大盐湖 以广袤的白色沙漠而闻名于世 这里是所有来到西北高原的游客 经过路过绝对不能错过的绝美之境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们看到有人在那边工作 这就是沙漠出来的沙漠 你可以尝试一下 是鹽吧 好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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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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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看到的长方水池是人工挖的 这里竟然是天然形成的 那个水面会反射着天空的蓝 然后再加上太阳照耀着 很像一面闪亮亮的镜子 非常的美丽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隔番当然也要在这块超大又别致的布景前 留下到此一游的珍贵记忆 马云娜 终于让我做到了 我在盐湖上拍照了 快点 这趟旅程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也算是抱稚的 就也是 抱歉 帶抱歉 我先放下面 其实是哥哥 到有地方 有马云娜 进武山 然后看大和他 这有马云娜 没有按赃 rituals 我们还有长时间 喝无溯 里面 봤 在这ober 看到在莎緩富你的俄 一望无际的白汉兰相互婚姻着 我现在要去拜访一位家里经营着牧场的传统原住民奶奶 我要跟着她一起去体验西北高原的传统生活 能住在这种三角下 看到这种壮观的风景实在是太特别了吧 牧羊奶奶所居住的村子是一个原住民社区 传统的土坯房隐匿在山脚下 邻居间房子的距离大约四五百公尺 从来都可以看到了 这种材质蛮特别的 这是一个土坪的房子 然后我问她说 她說為什麼要用泥土蓋房子 她說因為這邊找不到其他材料 我說原來如此 今天主持人葛帆的行程 就是來當一日牧羊人 她說大約六十隻吧 我說大約你都沒在做紀錄的嗎 她說不用紀錄 我說那如果你少了一隻怎麼辦 我說那如果你少了一隻怎麼辦 她說少了就少了 非常豁達的一個個性 好 我們下去 請來囉 她就講得很簡單 就擠啊擠啊 我說你要教我訣竅 她就說擠 擠 她說擠到快沒了再給我 沒有啊 她的奶是很腫 但是為什麼擠不出來 你們不要再笑我了 我得利亞馬斯 沒有啊你們看你們自己作證 你們作證 我是不是有擠 你看我是不是有擠 我以為是沒奶了 我一定要放棄的時候 又聽到她在聽啊 好 再試最後一次 沒有 我們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有一點點 有了 有了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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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我們 牧羊奶奶其實還是鎮上的 首座姿勢比賽冠軍 我們要來試吃 羊奶奶 親手做的 羊起司 這要花時間嗎 一天到另一天 一天到另一天嗎 對 那天已經在街上 那裡嗎 那裡嗎 對 因為他們只需要一天 就可以完成這個芝士 這是昨天做的 非常的新鮮 來看一下 好像一個蛋糕 來,我帶你一杯 謝謝 你的名字 Belen Belen Belen是奶奶的女兒 你喜歡奶奶的芝士嗎 我喜歡 我也願 我問她喜歡她媽媽的芝士 她說 我超愛 嘗嘗看這是什麼味道 好香 我喜歡她 這次的拜訪 其實讓我重新思考了一下 什麼叫做幸福 因為他們在這邊住著很簡單的一個泥屋 然後沒有電,沒有瓦斯 在訪問的時候,奶奶卻說 她很開心坐在這裡 她不想要住在城市裡面 城市裡面不叫做生活 簡單的體驗行程 在相處過程中 卻有很多讓葛帆印象深刻的瞬間 這就是寂靜旅行的意義 我看到螢幕就是奶奶跟著她老公 他們提著養奶 然後回到家裡面 然後兩隻狗狗跟著他們 很幸福 如果說到雲中漫步 大家應該會想到 要坐飛機才能坐得到 但是我今天呢 要帶大家坐一趟雲中火車 是阿根廷這邊非常出名的 Train Alas Movies 準備衝上雲霄了嗎 跟我走 這是一座位於安地斯山脈 海拔高度3775公尺的西北小鎮 也是雲中火車觀光列車的停靠點之一 Train Alas Nues 葛帆將在這裡搭上雲中火車 走一趟漫步 安地斯山脈雲端的刺激旅程 好 往前走 雲中火車最初是出於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原因而建造 從1972年開始 加入文化遺產旅遊的行列 為遊客提供 穿行在安地斯山脈的火車體驗 終於到我們的車廂了 走這一段好像在爬山一樣 到了 這是我的位置 讓我喘口氣 但是這趟旅程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雲中火車從海拔1800公尺的 薩爾塔市出發 並通過海拔超過4200公尺的 波沃里利亞高架橋 最終到達安地斯山脈的 阿塔卡馬高原 而現在的觀光路線 將會帶我們到著名的 波沃里利亞高架橋後再折返 Bard 연 Sehrý Αlder Sí 原來是 雲中火車觀光列車 横跨阿根廷西北部 全長434公里 这列火车横穿安地斯山脉 行驶在不同的海拔高度间 过程充满惊险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火车之一 这列火车为什么会叫做云中火车 是因为它可以开到一个海拔高度 4200公尺的地方 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云 甚至可以摸到云 这项天下无双的铁路工程 从1921年开始建设 工人们徒手开山凿臂 耗时27年才正式完成 一个世纪过去了 如今坐在这列火车上 遨游在云端 还是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创意 哇 ¿Dónde estamos? 这是 una mina Concordia ¿Por qué había una mina aquí? 因为 era un lugar muy rico en plata cobre zinc y venían a sacar acá esos elementos para llevarlos a chile y exportarlos ¿Qué es lo que hiciste?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矿石 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来这边挖矿 然后慢慢出口到智利那边去 ¡Yakabira yikigia vie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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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纪念品区 像这个马代茶杯呢 就画着了火车的车头 上面要写 Drain at las Núrres 当初之所以会开始这个计划 是为了发展经济 但现在变成是光光的用途 所以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闻名而来 这样两个池田 大概700 bezo 只有7块美金 还要想哦 非常有纪念意义 我要把原装火车带着走 我在世界的顶端 5 6 7 8 太多的颜色了 这趟旅程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云中火车观光列车 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 缓缓行建在安地斯山脉的山谷间 海拔高度也跟着一路攀升 我们眼前是个世界上最高的高架桥 云中火车终于即将抵达这趟戏剧性旅程的高潮 那就是224公尺长 离地面63公尺高 著名的波沃里利亚弯曲高架桥 好难想象一台火车可以跑到这么高的地方 这一架高架桥已经有90年的历史 好像有点恐怖 它能承受得了吗 好高 我在世界的顶端 云中火车缓缓驶过高架桥 在远点折返 并停靠在波沃里利亚高架桥的停靠点 大家都等不及要下车了 我的生命 好壮观 那边有个观景台 我们上去看看 我们现在看他们升旗 然后听到的歌 是他们这边的国旗歌 我现在看完一场表演 大家一起拍手 站在这么高的高度上面 大家一起拍手 好特别的艰艳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刚刚经过的高架桥 今天我搭了一列非比寻常的云中火车 其实这是一个奇迹 能让这么多人不眠不休地 经过了27年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它 然后到现在我们都还能使用它 有机会探访阿根廷西北高原 一定要搭乘恒越安地斯山脉的云中火车 开启一趟穿行云中的奇幻旅程 距离乌马瓦卡镇不远的十四色山 是阿根廷最壮丽的景观之一 从秘鲁开始 山脉的颜色开始变化 穿过玻利维亚高原地带 然后到达阿根廷湖湖一省 可惜葛藩去的不是时候 遇上了大风暴 我现在在海拔4300公尺高的地方 我身后是十四色山 非常重力的风景 但是因为风也太大了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欣赏风景 一起来数颜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太多的颜色 十四色山的切面 由著名的石灰岩形成 包含众多的矿物质 它会随着日光的不同 季节的不同 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颜色 你看到多少颜色呢 在这座传统的原住民小镇 还流传着神秘的传说 他们当地人相信 巴蒋妈妈大地之母 所以在任何个地方 只要你诚心诚意地许愿 你的愿望都会成真 阿根廷西北高原的最后一站 哥凡坐上四驱越野车 一路往安地斯山里进发 沿途风景一直在变化 一下子可以看到光秃秃的山 一下子又看到布满青草地的山 完全不会单调 当我们要靠近伊路亚小镇的时候 从远远的地方 其实就可以看到 伊路亚小镇的一个教堂 有蓝色的屋顶 这里就是伊路亚小镇 在这原住民的社区里 有漂亮的教堂 有陡峭的石头路 有古老的房子 还有令人惊叹的山景 据说这小镇当初为什么会形成 就是因为圣母罗沙流在这边出现 安地斯山脉的高大 要把一座乡村小镇藏起来 是很容易的 这座约一千人口的小镇 从西班牙人在16世纪统治这里后 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一直都没有发现它 因为偏僻 这里才得以保留它原汁原味的古谱 逃过了城市化发展 这是伊路亚小镇最典型的街道 宅宅的街 爱的房子 这里是搜索的 这座的地方是搜索的 我最喜欢的 是搜索的 搜索的搜索 所有的色彩都看到 还有一点自然 不够是自然的 你们看这个房子 下面是石头做的 下面是用 这个是红柿 是红柿 当然 没有石头 它们是用泥土 把这些石头粘在一起 我跟Aleja走在石头路上面 她跟我介绍这些古老的房子 房子的特色 还带我去广场走一走 这是伊鲁亚小镇的主要广场 是居民聚集的地方 这是老师跟学生们 他们在准备 他们待会要去表演 你看他们的 好漂亮 我也要跟他们一起参加表演 小镇的晚上 在村民的邀请下 葛凡参加了萤火晚会 这是冬天才会唱的一首歌曲 好特别的唱法 萤火晚会非常热闹 在那边他们唱民谣歌 跳民俗舞 我为了融入他们 当然就是有样学样 跟着他们一起唱啊 跳啊 很好玩 是蛋糕 是真的吗 这个是蛋糕 翻走 彈这音乐进来也太帅了吧 换了个气氛 这一趟以路亚之行真的非常开心 没想到拜访一个隐匿在山中的小镇 晚上我还可以度过一个这么开心又热闹的夜晚 真的非常满足 阿根廷这个国度 燃烧着炭歌的热烈舞魂 风靡大街小巷间的足球 点缀着鬼斧神宫的大自然景色 往返印加古道从不眼泪的大洋铺 好温暖 还有豁达开朗的人们 谢谢 敬我们的工作 这趟旅行让我更加认识阿根廷 在布宁诺斯爱丽丝 我们看到了它城市的那一面 我们看到它比较欧洲化的那一面 我们看到很多人为的艺术品 在西北高原全部都是山 在西北高原我们看到的是大自然做的艺术品 如果你对南美洲的文化有兴趣 你喜欢艺术 如果你觉得你喜欢自然 你觉得你喜欢美食 那阿根廷你是一定要来的 《寂静之旅》 《寂静之旅》告别了万种风情 缤纷多彩的阿根廷 而你千万别忘了在旅行名单上 写下阿根廷的名字 《寂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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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